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到Google 到Google之后呢 麻烦请先登入 登入 然后接下来 登入Google之后 第一件事情这边点一下 请切换到云端硬碟 因为我们是透过那个Google的文件来制作网站 好 到了这个云端硬碟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每一个人都有15G 15G的空间可以使用 供你用很久 我几乎全部都是一些教学的文件放在这里 那也可以让我放很多很多年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 在我的云端硬碟 新增 新增一个资料夹 我是要做教学的网站 我是要做教学的网站 你自己去思考你要做什么网站 我就叫做 然后加个日期好了 2018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新增哪一种文件是做网站呢 答案叫做Google协作平台 因为协作平台他认为说一个网站是要大家一起群测群力来完成 点选它 然后接下来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您的页面标题 当然就是 看你是要做什么 像比如说我是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以后 以后这个网站就叫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 可是 现在是不是没有命名 没有命名 对吧 好 网页的东西通通没有存的这件事 当你离开之前 它会自动帮你存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关掉了 我现在我就把这个地方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自动都更新了 好 我就关掉 关掉之后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电脑教室 我刚没有存档 记住哦 在未来 你可能使用云端资料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不用再存档了 快速点亮一下 你看刚刚做的内容 是不是都在这里 好 电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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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呢 我可能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这个是首页嘛 首页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 举例来说 在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 我要不要去新增一个标志 因为例如说你总要把自己的单位那个logo啊 放上去 或者是你这边可以新增标志 就是在这个文字的前面 多了一个图示 好 新增标志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去选一个图案 至少总比没有好啦 例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重新上传 好 所以点选上传 例如说我的图片 范例图片里面 我就选一个 例如说 企鹅好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图片 上传之后放在这边 小小的 当做是那个企业识别的一个形象 也就是你们单位是不是也有logo的意思 好 再来 就是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你可能也可以透过这边变更 变更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取 选取图片咯 请问选取图片 这个选取图片是选本极端还是网路的 网路的 全部都是网路的 而且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 您的相簿 请问您的相簿绝对不是我的文件里面的图片 是您透过 例如说假设你用那个Android系统的手机 不是里面有相机吗 然后拍了一些相片 然后是不是可以同步传到 那个Google公司的云端印点 那边您的相簿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网路的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搜寻 通通都可以 那这边呢 他预设了几个比较适合的 你搜寻你要搜寻 对哦 像例如说我们这是横幅的底图 横幅的底图 所以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 我例如说我用 这个好了 然后点选选选取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放上去了 我建议各位哦 它正在调整清晰度 你 你这个地方稍微等一下下 它就会变成就是比较漂亮的颜色 放上去 而且它会自动侦测哦 如果你现在选择的是And图案 这个字就会变白色 好 那很抱歉 它没有过多的选项 例如说老师我想要换成这样绿色 没有 现在的线上工具 它希望你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网络的网页的色彩 只有216种 所以它就大概只能你选 要不是黑色 全部都黑色 要不全部都是白色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全部恢复到 通通都没有的重色 这是一块叫做横幅 横幅完毕之后呢 你可以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好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一段很感性的话 例如说 那个就是努力在努力之类的 或者是欢迎欢迎大家来到那个孙老师店老教室 随便你要看你要打什么字 或者是期待您的 例如说回应 好了 随便你打 反正就是你可以加这个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一块 这一块 那你也不用刻意的去点别的 例如说我这边我去点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例如说我刚刚那个我的相簿里面 或者是Google云端硬碟 好 例如说我去插入一个 这一个好了 插入 插入一个这个好了 这个图片 选到它之后呢 然后选取 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插入图片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坎路 先跳过 上传上传就是把你自己的 例如说随声碟里面图片上传上去 通通都可以 好 那你可能会插入影片嘛 在下面 这边还有更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什么插入日历 因为等一下我在别页再做 至少 至少我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 这边放图片 这边 假设我也想要放文字 例如说最新消息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搬过去 对不起 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按住 是这边哦 这边 上面有一个 很多个点的 这个按住 然后搬 搬过来放开 它就放来这边了 那你当最新消息可能会放 例如说 那个 1月 1月18日 好 Aaa 然后 1月17日 BBB 好 依此类推 这样知道 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 这就是我的首页 好 就请你们稍微认识一下 把它做好 稍微做漂亮一点 第一页哦 第一页我们才花这些时间来做 因为第一页是最多 我们刚刚看到 你刚刚也看到 最多人来看的网页就是首页 因为我们 我的 那个 QR GA嘛 我是买在首页的 所以请你们花多一点时间来把首页做漂亮一点 我们接下来你会有第一页就会有第二页就会有第三页 怎么样可以有很多页呢 好 在这边有一个页面控管 页面控管它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页面 页面 我们就只有一个首页 这个首页就叫电脑教室 那你不用再去什么 新增 不用去刚刚那个资料夹去新增哦 你不要把 你在这边不要把 网页想成是档案就对了 就是你就想成是 他 他就是直接在建一个网站 因为他的英文叫做Site Site就是网站 网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网页 好 所以刚刚你已经建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首页叫做电脑教室 好 对不起 我们还是稍微改一下 要一致 因为到时候连那个网站的宣传我都要教完 好 发布还不要做 首先在页面这边 页面 首页底下我要去做复制 还是建立子网页 因为你应该知道那个网页的一个简单的架构 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好了 台北市政府 好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这边 这是我的首页 首页底下他就有机关网站 就是他的职网页 他就有机关网站 公告资讯 市府介绍 市政资讯 发现台湾 主题服务 可以了解 好 那当然了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建立这个职网页 例如说我的职网页就是我主要就是电脑教室嘛 所以我的职网页例如说有什么的教学 举例来说那个电脑 电脑知识 好 完成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在首页的下面 他多增加了一个网页叫电脑知识 OK 有发现吗 打上去了 这个横幅不用你在手工夹工 直接帮你打上去 而且呢 而且有没有觉得说 跟这一个首页 跟刚刚的首页 好像左上角这边什么全部都有了 甚至更棒的 更棒的 等一下他在这个地方 他会帮我们直接做完超连结 就是做这个 直接做完这一条 好 连结列 全部帮我们做 好 我们继续做 就是假设在我的电脑 就是孙老师电脑教室 底下我会有职网页 电脑知识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职网页 假设我还有什么大数据分析 好 我还会有一些办公室应用 建立职网页 因为这边网路速度好像有点慢 否则早就建立好了 好 例如说 我没有在批评 对不起 我刚刚怎么讲出内心的话了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网站 网路的要求 我听说了 我们只有10妹 大家现在在抢这个10妹 而且好像 只有一小部分是给我们在使用 因为整个工讯处都在用这个网路 好了 接下来页面 页面底下 我再增加一个叫办公室应用好了 完成 好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 就是首页底下 是不是有三个职网页 请问一下 那办公室应用底下 我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比如说Word的 以下 PowerPoint的 这边是不是有建立职网页 你就自己去建立了 好 这边预设可以让你建立四节 其实我觉得也够了啦 因为 这个毕竟是免费制作 你就不用再去学什么 June waiver之类的 好 我现在要点回去首页了 点回去首页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首页这边 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再去打超连结 请问可不可以建立超连结 例如说我在这边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打几个字 什么 电脑知识控一格 大数据分析 然后把电脑知识再建立超连结 连到这边 可以 好 我只是 我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请你们至少先建立两阶 好不好 这样就已经有两阶咯 例如说这个地方 第二阶有一个电脑知识 有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办公室应用 好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做一下 请你至少先做两阶的网页 就是到那个页面 对于说办公室应用 底下我们又可以在什么 建立直网页 比如说我就建立一个word文书处理 建立一个Excel试算表 好就是当我建立完了word文书处理跟Excel试算表第三阶的网页 建立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要先来跟你分享一下 好 好我想应该都做差不多了 那当然我还可以再做更精致一点 或更丰富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谈发布 好来画面就我使用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发布 就是说把这个网站真的放到 放到什么一个网页上面 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发布 发布在这个地方 您必须要稍微知道一下 大家前面全部都长一模一样 好大家前面都长一模一样 都是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sites.google.com斜线view 只有后面这边你自己取 例如说我叫做kensun 比如说三 因为我已经发布过一个网站 叫做kensun 又发布第二个 现在我再发布第三个 可以吗 那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网站已经有人使用过了 那我就再继续增加 例如说是 直到没有这个提示为止 他这边会打勾 代表说 我可以直接把 刚刚做的这些内容呢 发布变成一个网站 这就是网址 你一定要取得这个网址 好 一定要取得这个网址 我就直接点选发布 可以吗 好 那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在发布之前 你可以先去做一个预览 预览 例如说 点选这个预览 他这边有桌机板 这是桌机 这个是平板 就是配的 配的 这个是手机 我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手机 手机的那个画面 手机的画面 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 都会看到三条横线 三条横线就代表说 有更多的选项 就是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全部把所有的内容都呈现 而且它会变成 好像就是 本来是可以左右排的 现在只能变成上下排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这边 变成有这个网下的箭头 办公室应用这边 是不是可以直接点它 就切换到 我的文书处理 好 然后点这个地方 来去做切换 然后例如说 切换到大数据分析 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操作 这是手机 而且到时候 你这个 你打开你这个手机 不管是Suffer 或者是那个 Android系统的那个浏览器 都可以看到 就是打我刚刚说输入的那个网址 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好 当然你也可以看看电脑 电脑的一个形式 因为您刚刚是在电脑桌机的形式下去设计 最不会有问题 可是您必须要稍微看一下这个手机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点什么 发布 发布这边记得要取一个 你 就是 我是 我是个人比较倾向建议 你稍微记得住的 好 KN是我的英文名字 SUN是我的姓 所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我是这样子来去编的 好 点选 发布 这样我们就 直接把这个网站的内容 就发布出去了 好 所以一个网站 大概到这边 就算创作完成了 就还没有跟GA连线 对吧 好 所以只是我们做好了一个网站 可以吗 请你们 这边是发布 这边是发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浏览已经发布的网站 就跟刚刚所看到的是一样 就跟刚刚预览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https 冒号 斜线斜线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 到这边 有看到 kensun4 这边先不要管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了 就是 这是变成 真实的 真实的一个网站的发布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先坐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一个网站 我们才能教你怎么埋进去那个GA 好 请你们动手坐一下 各位 各位 首先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网址了 这个网址跟我们的GA码必须就是产生关联 好 怎么产生关联 我们先把刚刚那个网址先复制贴上 也就是说 发布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发布设定 发布设定 麻烦请先复制 复制 好 我们不用前往了 因为刚刚已经看到这个网址 你的跟我的是不是都 都就是前面一样 但后面是不一样的 好 再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先回到那个首页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你不要到时候埋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好 应该叫埋到首页 首页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多 这我想应该不用介绍了 预览 建立超连结 会不会建立超连结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增加编辑的 就是说我可以加入别的Gmail账号 一起来协同作业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点点点点 第一个就叫网站分析 它其实应该再多加GA GA网站分析 点它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我要贴那个追踪ID 就是埋那个GA码的地方 好 现在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点取消 然后麻烦新增加一个网页 开一个新的网页 直接直接我们到G-O-G-L-E 控一格 然后M-A-L-Y-T-I-C-S 点它 刚刚我是不是已经登入了什么云端硬碟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可能它会要求你第一次登入的时候 还要再登入一次 好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再登入 在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样创造出来 创造出来这个GA码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左边 下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管理员 管理员 管理员里面 管理员 你 一样是透过刚刚的账号密码 登入进去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管理员 管理员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其实就是电子邮件前面 那个部分 它可以管理它旗下 它旗下所有 所有曾经建立的 那个网站 例如说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好 变成 变成 我可以去管这一个 也可以去管它 所以切换到 你可能只有一个账户了 好 所以你这边是不用改的 可是如果当你有两三个网站 你要切换到指定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账号底下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 我曾经做过的网站 第二个做过网站 对不对 可是你刚刚做的网站 不会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新建资源 他说 他说 一个账户 最多最多 你就可以管 25个网站的 网站分析 好 那 这一个网站里面 又可以再去建立资源 例如说 设定目标 就算资源 不过 你大概只要记住 第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一个账户 一个Gmail 他可以用25个网站 的网站分析 那接下来我这边 我是不是要新建资源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吗 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变成我这边 我要新建资源 可以吗 然后 这边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那个网站 是不是复制起来 就是为了贴在这边 我的网站贴上 他到时候呢 他呈现一定是呈现 孙老师电脑教室 他不是呈现这个 这个 为什么 他就直接抓首页 那个首页的 横幅标签 好 然后再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 就是 那个 那个追踪ID 对不对 GA 他那边叫什么 追踪ID吧 对吧 我要告诉各位哦 说明他换版本的时候 他又换了 可是他 刚刚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地方 点点点 网站分析 这边 他是不是追踪ID 就是GA分析的 那个追踪ID 可是哦 之前版本不叫这个名称 反正哦 我不教你这一段 你可能还不会 把它直接联想起来 好 不过 现在呢 这边 我是不是 这个资源 资源 就是我增加了一个资源 你们懂什么叫资源吗 就是 这个账户 他要分析哪些网站 这个网站就叫资源 这边的定义 好 接下来我就选 取得追踪ID 就是 这个网站一定要贴给他 对不起 网址好像我贴错地方了 应该是贴到这个地方 选到HTTPS 然后贴上 我的网站叫做 孙老师电脑教室 这个名称很重要哦 然后接下来 他说 这个网站 这个账户 这个叫账户嘛 他的资源已经有两个了 上限为50个 好了 接下来我就取得追踪ID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堆的 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一堆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网站的管理者 你首页 首页是不是有分 有分什么 两个大区域嘛 一个是HTML里面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head区 一个是body区 请把这一堆程式嘛 贴到head区 就好了 这就是myGA码的方法 那到底我们的追踪ID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就是我要复制它了 我要复制它 放回去这边网站分析里面 直接贴上 然后储存 OK 网站分析已经设定成功了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后一件事就是把GA GA是网站分析 跟什么 跟我们这个电脑教室 放在一起 它是透过myGA码的方式 这样会埋进去 那请问你 我是不是只能分析Google 云端硬碟的网站 不止 所有所有 你要是真实 透过例如说GuneWaver网站制作的软件 你是不是可能会制作出来首页底下好多好多页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码 有看到吗 直接埋到 直接埋到 Head去就好了 整段程式码 你看 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个 有啊 因为你的网站一定可以接受 就是 JavaScript的语法 这是JavaScript的语法 好 所以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做完这件事之后 你再到GA这个地方 今天没办法看到 他都是以今晚12点当作是截止 他是以天来做计算的 所以你要明天你就会看到了 你这个网站有多少人 是例如说 Active User 或者是跳述率多少 明天就会看到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好 所以我刚刚做的地方再跟你讲一次 就是我先到这里面先把这个发布设定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网址 我先把它整个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我就直接打开开一个新的视窗 进入到GA 在管理员这里 管理员 资源 资源 你一定要点选这个新建资源 新建资源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孙老师电脑教室 他的埋的那个GA嘛 他就会 这个是固定的啦 这是我固定的哦 好 逮取4 逮取5 逮取6 最多就是逮取25 但是他刚刚这边不是写吗 我可以埋 例如说 一个网站 我又可以再埋 例如说几个 举例来说我可以埋在 不要都是首页嘛 我可能要分析 第三页或第二阶的第三页 或者是第三阶的第二页 都可以分别去埋 埋这些GA嘛 来去做特殊的设定 你可能 你可能设定完 这叫资源 他不叫账户 一个账户最多可以管25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呢 好像又可以再去区分 你可以埋不同的那个 GA ID 进去到这个网页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动手先去埋这个GA嘛 进去 好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网站登录 网站登录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今天我已经做完一个网站 可是如果你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搜寻不到 你在雅虎搜寻引擎也搜寻不到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当然会 你又没有登录到他的网站 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搜寻到你的网址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样把自己的网站 登录到 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 那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做法 假设我们就到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然后我就去输入 输入什么 网站登录 所以您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就有网站登录 你看哦 网站必备 将网站登录到Google雅虎并一样 就是班祖藤 至少 至少 反正这家公司已经被人收并了嘛 这是微软公司的 这个班祖藤 目前还存活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主要还是以Google为主 所以 你至少要把自己的网站 登录到Google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点它 它就说 其实 假设我们今天呢 想要去做这件事 开启这个浏览器 进入Google的登录页 好 所以我就点它 那 它要求你哦 一定要是Google公司的 会员 这我想应该蛮合理的 所以我这边 我就先登录 登录了以后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网址 贴给它 所以就直接贴上 好 如果记不住的话 打开刚刚的云端硬碟 我最近做的 是不是在这边 这是最近 最近使用过的档案 好 快速点亮一下 打开 打开之后 到这个 发布 发布这边 发布设定 然后把这个网址 复制起来 然后 直接贴上去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址 应该都贴号了嘛 然后进行机器人身份验证 什么 送出要求 好 送出要求 它说 这个Google公司 它已经收到我的要求了 好 我们会 就是Google公司 会尽数处理 让这个网站 例如说 假设我日后 日后我输入 我在Google搜寻引擎 对不对 这边 我就去输入 孙老师 电脑教室 它是可以找到的 这样知道 我现在做的意思 那我就把 例如说 之前我曾经做过的 我打在这边 例如说 我在搜寻引擎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输入 孙 在 阳 电 脑 教室 这是我之前做的 两三个月之前 我才做的 好 直接Enter 然后 接下来 你看在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打那么 详细完整的名字 它当然可以帮我摆在第一位 好 点它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进入到 我的那个电脑教学网站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 之前 例如说 十年前 这是要钱的 现在不用钱了 好 还有 还有 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下 大概 大概 一个小时后 就可以找得到了 在雅虎里面 进行网站登录 大概要一个月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人事说编 它一样不用钱了 但是 它就要等一个月 可是真的 就是会通 就是 刚刚我不是介绍吗 这边 这个网站 有 这边是Google的登录 对不对 那这边 是不是有什么 雅虎的登录 对不对 你就自己去按照 我刚刚教你 类似的方法 去做完 但是 Google 大概等一个小时 雅虎可能要等到 三十天 差很多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都会成功 不然你要是没有登录 你将来 不可能让别人背 这个网址 你还记得住吗 什么https 冒号 斜线斜线 然后呢 没有 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size 对不对 后面才是什么 Google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没有人在背这个网址 可是我们都是用搜寻引擎 找出来的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调查说 我这个网站是背 搜寻引擎来的 还是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你去买广告 对不对 还是什么方式过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麻烦请你们 至少先把你的网站登录到这个 Google Google 这里面 这个网址 把网址贴过来 进行 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送出要求 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进行Google搜寻引擎的一个网站登录 方便日后我可以查询得到 这一个网站 好了 那我们既然已经做好了网站登录 下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稍微行销一下自己的网站 什么叫自己的网站呢 例如说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假设我现在我去预览 我总要发布出去 我等一下我宣传出去不会是今天上课这一个 我会以 这一个网站来当做是我的一个宣传 您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网站分析一定会有买一个这个GA码 好 我等一下我是宣传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才是真实的那其他都是只是为了教学 你看哦在这个地方这都是电脑自动创造出来的哦 有首页有讲师介绍之类的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这个 发布嘛 对不对 刚刚有讲这个发布 设定里面有这个网址 可是这个网址你会不会觉得太长了 太长 我现在讲的有点像题外话了 如何宣传网站 可以吗 可是不讲你们要是没有宣传 比如像刚刚介绍网站登录也是宣传必交的 其实讲到最后很像在教那个数位行销 就是现在网路上有很多人就是希望透过数位行销的方式 来去把自己成功的介绍出去 我现在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 我再打开一个新的 比如说 Google 短网址 这个Google短网址点它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我去贴上 我是不是就把刚那网址贴过来了 然后接下来Shilton就是缩短变较短的URL 就是这个就是URL 就是短网址 它这边就变成GOO.GL 大家都一样 就是HTTPS 冒号斜号斜线写线写线 GOO.GL 斜线 这边有看到VQTFGF 这个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好 你看如果你不满意 如果你不满意 就关掉 然后呢 再贴上 对不起 刚刚那个网址 我先把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网址已经不错了 我先把它记下来好了 我记在我的记事本 我先记在这一页底下好了 短网址 好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现在再去重新创造一个董王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有大写 有小写 有阿拉伯数字 这样最不好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如果你要花钱 它可以全部都是大写 或全部都是小写 就是去买那个网址 可是我们 那个 就是 刻苦 就是 我们没有花那么多钱的话 那你就多试几次 举例来说 这个不喜欢 我就再贴上 然后shorting Ui 这个 有小写 有大写 好 不要 继续再做 多做几次 试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就是 我只能接受 例如说大小写 我到时候 我只要特别想说 这个字母是小写 其他都是大写 这样的话 避免别人打错字 因为打错大小写 对不起 网址就进不去了 可以了解 这是短网址 您看一下 我现在如果 用这一个 用这一个 我就直接开一个新的网页 直接输入 输入刚刚创造出来 这个短网纸 Enter 你看是不是照样进来 孙在阳电脑教室 好 提用该门参考一下 这是短网纸 但是这种行销方式 落伍了 因为 你请别人 背一些东西 寄一些东西 不好 你看 我是不是 在我的 这个地方 在我这地方 我只是希望别人什么 固执贴上 我是用这种方式 来去做行销 你不可能 奢望别人背起来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把很长的网址 现在有没有缩短了 有缩短了吗 第二个 QR Code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式 怎么样去 把它变成QR Code 所以在这边我要新开一个网页 然后就是 QR Code产生器 好 比如说QR 这边 QR Code产生器 这个 这个 都是 点它 那这边我是不是 可以去输入这个网址 网址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刚 我刚的一个 网址 布置 然后直接贴到 这个 QR Code 然后产生 它就产生在这边了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两种 两种 行销方式 因为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这种QR Code 方便人家拿手机扫描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的网址 可以吗 但是我希望你等一下至少我成立一个LINE的群组 然后麻烦大家把你自己的网址贴到我那个群组里面 可以吧 就是你是不是 不管你贴上来是一个短网址 或者是长的网址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是直接点那个超连结 连到你的网站 这是我一定要齐门学会做的事 但是我没办法在电脑上面操作给你看 我马上就会建立一个超连结 可以吗 这个行销方式三种 行销方式 第一个创造出来短网址 短网址的宣传在这里 还有第二个 建立成QR Code 方便人家一扫描 是不是就可以连结